九百八十三页 离尘无解 今晚 是已如今离岸离明无有见体 离动离境言无听止 无通无晒 修行不深 非便非田 常无所出 不离不合 绝处本无 无灭无身 了至安记 离岸离明 翻过来九百八十四页 离岸离明无有见体 若离明 暗 两种 成 明是成 那么暗还是成 灰尘的成 也就是无有能见之妄体 俱节 成根 年以精明之体 言无听止 原来也没有能听之妄直 就是妄体 跟成是一对的吗 那么 祭节 成根 了至安记 就是能了至的妄体 何所寄托 一贯 是已如今 若能离岸 又离明 两种成 就无有能见之妄体 祭节 成根 年以真性 若离一动 又离一境 二成 也言无能听之妄直 本无 无灭跟无生 这两种成 只能了至之妄解之体 安 就是何存 985页 今晚 楼弹不寻动静 何离 甜便 通晒 生灭 明暗 楼是十二柱有为相 谁把一根脱年内福 福归原真 发本明药 药性发明 注意五年 应把原托 不由前程所起之见 明不寻根 既根明发 有十六根 互相为用 这一段 重要的就是叫做离相 离一切相 及明诸佛 离动相 离静相 离合相 离离相 离田相 离变相 离通相 离塞相 离身相 离灭相 离明相 离暗相 离一切相及明诸佛 这一句 这一段归纳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 注释 谁把一根 谁就认 认平也 拔就是先拔 选择 所以你自由选择一根 去修行 也其实不用六根 其修 但是并不是说 不可以六根其修 而是唯恐顿根的人 不能堪认 九百八十六页 翻过来 托连内福 福就是像 令脱离所年之旺节 而向内造 所以在这中备 修行不是外奔 而是内造 就关键在这个地方 外奔 就一直往外生死流 内造 解脱的日子 幸福的日子 就到了 世间人所谓的幸福跟快乐 只是寄托在某一种时间 空间的安稳性 或者知足性 而佛教讲的 幸福跟快乐不一样 就是永恒的幸福 它是永恒的快乐 是以法 究竟解脱为真正的幸福 这不像一 世间人寄托在 家庭啊 事业啊 夫妻啊 儿女啊 感情啊 说我们很幸福啊 很快乐 不一样 我们拥有幸福快乐 是建立在真理 啊 六经之望之望见 明不寻根 照明一切 而不寻圣意 以及浮成二根 既根明发 既就是借 有就是托 只是经由此二根 而令本明发起功用 一贯 浪淡不宜行 深层之动静相 处层之合离相 未层之田辨相 秀层之通赛相 法层之生灭相 色层之明暗相 如是十二珠有为相 不顺流奔臣 则随你显霸 六根中任何一根去修 另其脱离所年之望洁 而向内浮照 因而浮贵以本源一真心 开发本明之光耀之性 本具之光耀之性 若得开发显明 这诸于五根之望年 也就是因此所选拔之根之解脱 而皆一时圆满解脱 六根皆圆脱之后 至此极能 不寻由现前的十二种称相 所起六根之望之望现望见 而由本庙明之性造明一切 但不寻浮沉与圣意二根 而只是寄托于六根 令本有的明发起功用 由是根成双脱 无有年占阻隔 灵光通耀 故能六根互相为用 此为诸年元脱后 六根无年 清静自在 无碍之妙用 以下正不一根 经文 阿难 柔其不知 今此会中 阿那立陀 无目而见 拔难陀龙 无耳而听 尽其神很神力 非彼于温乡 交反 不提 一时而知味 顺多多神 无神之处 如来光中 应令战现 即为封之 其体言无 诸灭尽定得 其身闻 柔此会中 某何加设 九灭一根 原名了之 不应信念 988页 注释 阿那立陀 无目而见 阿那立陀 是白犯王之子 从佛出家 平常 多好睡眠 以佛讲经的时候 睡着了 被佛呵斥 因而起惭愧心 发大精进 不免不休 一致失明 我们这里 有没有那个 很精进 精进到失明的呢 没有 都是怕败 怕到眼睛 疲漏 所以啊 这个 拿造业的心 来修行 这种精进 每个个成佛 足足有益 出发心不退 成佛 足足有益 福地心一发 就坚持 佛就灵敏之 而叫他 叫做 要见 照明 金刚三昧 他依教 而修 三昧成就 因而得到 半头五之天眼 能观见 三千大千世界 一幅世界 如观掌中 阿摩罗果 这就是 见性 能不一根 而气头 明发 头本是 生根之一 六根通达 则能见之性 也能 气头发出 所以 见不一定在眼 能见之性 非在眼根 此为明正之一 以下几几个例子 无耳而听 男家而已 目的在家 不在一路 九百八十九页 八南头龙 龙王 龙王 也就是杀吉罗龙王 第四 何修吉龙王 第五 德叉加龙王 六 阿拉波达多龙王 第七 摩纳斯龙王 第八 尸体也在那边 河水也在那边 洗衣服也在那边 泡澡也在那边 撒骨灰也在那边 然后有的人 尸体就直接 抛入河中 就给那个鱼吃 他们叫做圣河 叫做圣河 这个是 印度人真是厉害 你真正没流水 没传染 那路 整路都有 我没有去过 但是那个路都是牛 为什么牛会那么伟大 这牛 不然那个印度也是很奇怪 要是还有 还有供养那个老鼠的庙 整间都是老鼠的 还有供养那个猴子的 整间都是猴子的 还有供养那个蛇 蛇庙的 整个的 他们就拜那个师婆神 那到印度去的人 现在说好很多了 现在都有一些 大饭店怎么样 因为台湾人 他从小 他就是卫生习惯了 我们这卫生习惯 已经这样子的 一下一下到 到那个 印度去 没有办法适应 有一个导游回来 跟我讲 辉尼法苏里最好 没去 为什么不去呢 暂时啦 将来有改善 不知道 他说他去到印度回来 你知道吗 吃到他们的食物 说在印度 用什么药 一直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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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什么药 都没办法止住那个腹瀉 太可怕了 去吃饭 说用辣的 说一万一万一万 你只看到那个 你刚才有很多时候 说 好像这样 跟我们台湾生活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去朝圣 是怎么样 在那看个人 有的人不能够体会 佛陀的用意 就在那个 菩利处坐下 在那边坐一坐 然后那些疑似的众生 在菩利处坐下 然后就让佛念给佛听 不晓得那个经典是佛讲的 所以说 这个就是众生 不明佛意 我们的世尊 很伟大 很了不起 那我们去那边参访 不过在小圣的阿含经里面 有这样讲 如果佛陀捏盘以后 在他的出生地 捏盘地 金刚肉 简单讲 就是顶礼礼拜 以此功德会升天 以此功德会升天 是是是 看到这个阿含经这样讲 蛮有信心的 以后再看带团过去 大家都升天 无死也说得死为止 所以说前面这几年来 有人到印度去回来 说某些设备还是不行 某些设备还是不行 那我们从小都是这样子 环境长大的 我们身上没有那种抵抗力 你有那种抵抗力 完全没有办法 那就看个人 有的人 有的人很有办法 身体 对不对 那就没话讲了 就看个人 989页 静去神 静去神里 就是恒河神 恒河你神 那么是恒河为发言 血山之顶的阿鲁达词 从此词之四方 流出共有四合 恒河为其中之一 就是恒河 我们刚刚说讲的 举举这个例子 这个恒河 我是看影片的了 那么交还波提 意为牛痴 因为他过去世 曾在他人 田中一镜之河 偷了一点点而已 是长其身手 以此不与取 这个在家记事听不懂 不与取就是 对方并未同意 而你就给他拿过来 不给予 并没有对方承诺给予你 而你就取 就是不与取 所以这个不与取 一般人看不懂 这个不与取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答应 而你拿了 对方的主人 因为东西都有主人 有主人 那主人没有答应 对方没有答应 那你拿了就犯到 叫做不与取业 尤其是住在常住的 更要小心 遂于其后五百世中 受牛生之报 才脱田中一镜之河 就做了五百世 牛生之果报 所以故意今善有牛之仪习 以牛有反除之性 所以以时后 从胃中反土食物 而主节 所以交反波提 以时后 常有如牛之反除 主节之夜习 吞下去以后 再吐出来再再吐出 再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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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想咬这 又交反波提的两脚 形如牛体 所以有牛相比锈之称 所以态度尊重 常表现甜淡 无尊之气度 世尊敏其常遭人击毁 所以命之主义 刀利 天公之私利 杀缘休息 禅定佛怒灭后 大家设 尊者潜能至天公迎回来 以参加法杖之阶级 交反波提 尊者此时 始至世尊以及摄利佛等已经入灭 为求交反波提也归集 990页 顺若多神 顺若多神 叫做虚空神 历皆以无声为苦 佛放光拔其苦 硬令战线 有声处乐不可言 其子如风 然其体言无 故虽无声 也能绝处 久灭一根 久灭了 已经灭了 第七意识 初分之一根 年明了之 不应心念 心念就是指第六 以及第七识 因此大家设尊者 得以原明了之 并不应第六 以及第七识心之念 所以可以知道 虽无异根 也能了之 因此可以证明 之并不在异根 一负 一贯 阿难 所以无声,跟而能接触,这都是由于如来,在三昧光当中加持映照,令其体暂时显现,若有生根,难此生根,即为如风之子。 所以其体言时无,善有,主以正灭禁定,得极地之身闻圣人,阿罗汉,例如,以此会中之谋合家世,不但第六亦世不齐,而且久灭第七世之初分亦根,所以他得以圆明了之,组成。 然却不应第六或第七世心之念 经文,阿难 如今诸根若言把语,内阴发光,如是浮沉,及气势间诸变化相,如汤消冰,应念化成无上之觉。 阿难,如比世人俱见一眼,若令集合,暗向现前,六根暗然,投足相类。 彼人,一手行体,外绕,彼翼岁不见,投足一变之劫师同。 彼翼一明,暗沉无见,不明智发,则诸暗向,有不能昏,更成继销,银河结明,不成圆妙。 就是,内阴发光,内阴就是内在的本质,光明之性。 所以那个光明,不要做光线的解读,那个光明是指智慧的意思。 千万不要把他说,哦,那里面有像太阳占光,那是不对的,观念是错的。 环瑟像皆是希望,怎么把光明解读成光线呢? 那是指智慧的意思。 人类在的本质,光明之性,发光,啊,先发其本有之光,了无障碍。 如汤,消冰,汤就是热水,滚水,消就是消融,融化,聚见一眼,聚其能见之性,与眼根落令集合,集就是很快,突然,合就是合眼。 如果叫他很快的合眼,暗像现前六根暗蓝,头竹相略,他们眼一闭之后,暗像就陷在其前。 眼前就是一片黑暗,此时,如果有人站在他前面,他对此人的六根就暗蓝莫别。 乃至此人的头和竹对他来讲,都是差不多的,是相类似的,因为无法眼见,耐分别的缘故。 如果,群体外绕,如果他以手,在那个人的身体绕行一周,也就是触摸,触摸。 你看看,我们的这个盲包,也盲的人,他在替人家做这个,舒缓这个筋骨的时候, 他的头,摸头就知道头,摸脚就知道脚,摸手就知道手,他就不会转错。 所以意思就是,节性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现在,盲包人呢,在这里替人家推拿呀,舒缓呀,赚一点钱。 你看这个盲包,很少说出错啊。 为什么? 手的绝性,触觉跟眼是一样的。眼靠,靠明暗呢,可是这个身体的促成,靠何? 所以你看,这个盲包在人家推拿的时候,摸脚知道脚,摸手知道手,摸头就知道头。 绝性是一样的,所以修行人都是一样,绝性都是相同的。 就是触摸前身一变呢,比谁不见,头足一变,虽然看不到,但头跟脚一摸就能分辨, 何者是头,何者是足,直接是同。 所以可以知道,用眼看,以及用手摸的节肢,辨别之性,是相同相通的。 言见一明,言就是能源,见就是见性,明就是明相,此言。 世间人以为见性之言,必须依靠明相。 也就是说,必须有明相,才能看得到。 暗成无见,若暗的时候变成无见,就看不到。 不明之法,但是何也能,对比前立之人,暗然不明, 却自然能发其他种类的知觉,则之暗像永不能昏,昏就是能令, 令人见之性,昏暗而无解。 一贯。 阿难,如今诸根,若圆满八脱已, 则内心一真,盈耀之性,即得显发,本有光明。 如是浮沉六根,即印在浮沉六根之上的气势间,如山河大地,万象神罗等, 神诸变化影像。 诸位,变化的东西,它就是无常,就是生命。 到我们心中,就变成只是影像而已。 而我们现在,记得,你照过像。 万象照过来,就是内心的影像。 所以,没有一件东西是真实的。 说,我对你这个人印象不错。 你看,他还是一种像。 印象那个像,跟那个外在的像是不一样的字。 但是,答案是一样,都是影子。 所以,我们照相,其实是照到一个影像。 因此,我们就是,执着这个内心所现的影像,为真实。 因此,你有种种的痛苦、挫折、不舍,都是因为,造这个假像。 看,接力时。 就看,接力时。 如滚烫之汤销,熔冰块一样。 硬念,就皆化成无上之解。 阿难,如比世人积极其能见之性。 以其言,若令他急速闭合。 其言,那么,言一闭,那么就暗向就现前。 在其前。 所以,此人就见其前面,存是一片黑暗的。 在这个时候,这个人见其前面,存是一片黑暗。 994页。 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站在他前面,他对此其面前人的六根,也就是因外境之暗然,而不能辨识。 所以,那个人的头,与足对他来讲,可以说是相类似,无法分辨。 如果比闭眼之人,以手寻此面前,人之身体外围触绕一张,彼虽不以眼见,但对头与足一摸,即能分辨何者是头,何者是足。 可见,深处以眼见的知觉,这性是相同的,而且是相同的。 世间人,都认为能言之见,必因以明相。 虽有明相,方里有见,暗的时候即成无见。 但何眼之人,对站在他前面的人,虽然暗相,虽然暗然不明睹, 却看不到,看不到。 暗然不明睹,就是不能有光线,所以也没有办法看清楚。 但是自然能发觉知,觉性是一样的。 则可见,诸暗像永不能昏。 能令人见之性,昏暗无解。 所以由这一点就知道,残障的人也可以写佛。 正常的人可以写佛,更要写佛。 所以写佛,不论老少,男女老幼,都可以写佛。 在这里你就看到,觉性都是一样的吗? 也就是明以暗,皆无爱以能见之性。 因此,根深以沉浸,即以消融,不负尘爱, 因何本节妙明之性,还会不成圆满淑妙之用呢? 底下这一段是,离成无体性,就是断灭,其可为因。 这个我们解释过好几次了。 世心分别,离成无自体性。 我们真如常驻之性,佛性,是离成有自体性的。 经文,阿难白佛言,至尊。 如佛说言,淫地皆心欲求常驻,要与果位明目相应,至尊。 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阿摩罗世,空如来藏,大元净至,是七种明。 成为随别,清静圆满,体性坚灵,如金刚王常驻不坏。 若此见听,离以明暗,动静通晒,必经菩提,由如念心,离以虔诚本无所有。 因何将此,必经断灭以为修阴,亦或如来,其常驻果。 著是,因地皆心。 以因地中发起结之初心,也就是初发菩提心。 一求常驻,常驻之佛果。 誓言,一求无上菩提,常驻不生不灭之佛果。 要与果位明目相应,为初发心时,其心,就需要与果位之明目相应。 果位之心,明目就是不生不灭之心。 所以,初发心时,其心,需与不生不灭之心相应。 所以,绝不可以生灭之心,来求不生灭之菩提。 阿摩洛士,亦为无构士,又成白净士。 明目之中,本士名为阿赖也。 佛果位中,就号为阿摩洛士。 此事,善能分别一切诸法,而无染着。 所以,密教将阿摩洛士立为第九世,此事为佛独有。 如金刚王,金刚之意,为坚固不可破坏,而能坏他。 若是见听,见就是能见,听就是能闻。 见听就是能见能闻,等六根。 离明暗动静通赛,必经无体。 明暗动静通赛,就是六成。 如果见闻等六根,离明暗等六成, 毕竟无五字体可得。 意思就是一他起的意思。 能所都是一他起,都不可得。 阿然,在此指伏,在前面所说, 根之能见,之性,若离所见之臣,毕竟无体可得。 哪一个眼睛可以离开这个外臣? 有体性可得,对不对? 哪一个耳朵可以离开这个外臣呢? 而有听直呢? 当然要有能言心,一定要有假象啊,外象啊,这臣啊。 只有本性不用。 本性不用臣,也不用根。 本来就存在,借根即发,发明。 需要有所见,才能显出能见之功。 由于恋心,恋心就是指第六四心。 997,997页。 因而将此毕竟断面以为修音。 这为什么要以这毕竟断面的五体之法, 作为本修音呢? 阿然以为既然发心,当是以六四心而发。 这个就严重的错误了。 因为小圣前叫做所谓心, 只是涵盖六四心而已。 这是以为小圣之来,以极浅固, 如来多不以开示八世的生理。 以八世之理,圣神为妙, 为菩萨方能堪知之见修行。 所以佛在解圣密经当中, 这么说,阿陀那是圣神系, 我以凡义以不开言。 就是你要认识, 维系的八世, 除非有姻缘, 而且根气要够了, 否则,我以凡义以不开言。 所以这个凡义是指什么? 凡义是指阿罗汉。 连阿罗汉啊, 他都没讲到第八意思了。 还不是我们所谓的疑痴的人, 凡乎疑痴。 这个凡义不是凡乎跟疑痴。 所以阿陀那是, 就是阿赖也是的别名。 凡义是指凡乎以二圣。 以二圣能无菩萨之生智, 所以称为语。 因此阿难一闻佛说发心, 他便以为当然是以六四心而发, 然而他又以之六四心为念念生灭, 离成无自体性。 所以他把六四心称为必经断灭之心。 由是之故, 他便直问以佛, 怎么可以无常断灭的六四心, 去求如来常住不生灭的果。 这么说来, 佛岂不是至于相为? 一观, 阿难白佛言, 世尊, 如佛先前所说言, 如等决定发菩提心, 则以阴地当中发解之初心欲求, 无上菩提常住, 不生灭不灭之佛果。 其出发心, 就需要以果未心之明目相应, 也就是因以不生灭心, 来求不生灭果。 世尊, 如佛果未踪, 至菩提, 涅槃真如佛性, 阿摩洛世, 空虏来仗, 大言尽致, 十七种, 菩提果果得当中, 至明目, 其称为谁有别, 然皆同样是清净圆满, 体性坚固, 岭然不动, 岭然本不动摇, 犹如金刚王, 一世间一切物, 最尊最甚, 最为坚固, 长久不坏, 但是若此能见, 能听闻等六根, 离明暗, 动静, 通赛等六成之相, 毕竟无智体可得。 犹如前六四之念心, 若离前程本无所有, 银河世尊却叫我们要僵持, 毕竟断面之六四心, 以为本是有因, 欲获得如来所振之菩提, 涅槃等弃常住果。 所以修习大圣的人的福报够大了, 知道有个巴士啊, 不生不灭的人如来葬姓啊, 如果是小圣的人, 只要能所, 把他放下, 就认为相当有成就了, 这个就是偏空捏盘。 所以修大圣, 直起成佛之道。 今晚世尊, 若离明暗见, 毕竟空如无虔诚, 念至幸灭, 进退循环维系推求, 本无我心及我心所, 将谁立音求无尚绝, 如来宣说暂尽原厂, 唯业成言, 终成细论。 您何如来, 真实愚者, 为垂大师, 开我蒙令。 九百九十九页, 注释, 若离明暗, 见必尽空, 见之见根之性, 若离明暗二成, 见根之性, 必尽空极, 如无虔诚, 念至幸灭, 念就是世心之念, 如诸禅现前, 则是知能念之性, 自性就灭去。 进退循环, 维系推求, 我一次离, 进而失, 退而响, 前后反复推就, 循环不断, 维系的推求。 本无我心, 及我心所, 则发觉本来就无我心, 以及我的一切心所, 心为, 心之本体, 心所, 为心之作用。 那我们在《百法明门论》 都讲过了, 新王, 八四新王, 五十一新所, 心王就像国王, 所就像大臣, 国王出气啊, 一定陪着大臣, 大臣一定陪着国王出气啊, 心王心所是不相理的。 心, 为心之本体啊, 心所, 为心之作用啊, 所以, 所前称为心所有法。 以这些心所, 之作用, 是属于心体的, 所以称为心所有法。 将谁立音, 求无上解, 既然心, 心所法, 皆是空无。 那么, 要用什么, 来立为初发心的本修音, 以及无上不敌呢? 占经原厂, 这是指六根为占男, 清明, 圆满, 强固。 一千叶。 唯叶成眼, 唯就是违背, 也就是过, 犯, 清犯, 成就是识, 识位, 既说六根原厂, 又说离尘无自体性, 岂会自语相违, 而违背的, 超过的诚实之言。 太王蒙令, 啊, 这个令, 指令不舍, 在这里是指不舍于见, 害到我的昏眉, 昏蒙, 以及指令不舍指于见, 一观。 是尊, 如是尊眼, 若离明, 暗, 等尘, 见根之性, 必尽空极, 如来又言, 如无现前之尘, 则是心之念之自性, 即灭气, 我已吃离, 进而失, 退而降, 前后反复, 循环不断, 维系的推就言求, 则发现本来即无我心体, 即我之心锁。 然而, 若心以心锁, 却无, 则将谁来立为本修音, 以求无上决道呢? 然而, 如来先前却说, 六根体, 本战然精明, 也满常驻, 如是其非, 至于前后相违背。 超越诚实之言, 忠诚游戏之论, 不能当真, 若独之者, 云何可以说如来是真实欲者? 我是不解, 唯焰如来, 垂世大词, 开导我这昏蒙指令, 于见不死之心。 底下是集中印文性不断。 那么我们上个礼拜, 大家都回答得很好, 都回答得很好, 速度又快, 所以这一段念一下, 大家就知道了。 经文佛告阿难, 如学多文, 未尽猪肉, 心中徒子颠倒所因, 真道现前时未能是, 恐如成心一味信服, 无今世将成熟诸事, 当初如以诸事。 心中徒子颠倒所因, 心中徒子之道, 颠倒因之所在。 意思就是, 光是知道, 但且是不能应用。 真道现前时未能是, 但是等到真正的颠倒现前的时候, 正要让你, 告诉你, 何止是真正的颠倒, 你却弄不清楚, 还是颠倒。 你却不能试得, 啊, 例如, 你种种的疑惑常常不断, 这就是真正的颠倒。 义冠, 佛告阿难, 如学偏移多文, 不勤修三昧, 所以只能断见惑, 而失惑, 且潜在。 因而未能禁诸肉, 以致你心中突然知道, 颠倒所在之因, 然而你对正理的疑惑常不断生起, 此即真正之颠倒现前, 而你是未能试得。 恐如, 虽表现得是有诚心, 难时尤为真正信服, 武经事将以臣, 属诸事, 作例子, 当出鲁之仪。 经文, 即使如来赐罗露, 其中一身, 问阿难言, 如今闻佛, 阿难大众即言, 我闻。 中心无身佛佑问言, 如今闻佛, 阿难大众即言, 不闻。 赐罗露又及一身佛佑问言, 如今闻佛, 阿难大众又言, 即闻。 1003, 佛问阿难, 如银河闻, 银河不闻, 阿难大众即拜佛言, 终身若及, 则我得闻。 及久生肖, 音响双结, 则明无闻。 如来又是罗露罗其中, 问阿难言, 如今生佛, 前面问文姓, 现在改成问声音。 生佛就是有没有声音呢? 如今生佛, 阿难大众即言, 有声。 稍弦生肖佛佑问言, 而今生佛, 阿难大众答言, 无声。 有请罗霍罗更来壮忠, 佛又问言, 而今生佛, 阿难大众即言, 有声。 佛问阿难, 如银河, 身云和无声。 1004, 阿难大众即拜佛言, 终身若及, 则明有声, 及久生肖, 音响双绝, 则明无声。 音响双绝, 想就是回想, 就是回声啊。 此位, 声音和回想都没有咯。 少选就是虚意之间, 一会儿, 有请就是一阵子, 全论。 看全论。 当佛问说, 如今闻佛, 你现在有没有听闻? 事实上, 佛的意思是指, 有没有能闻的佛性在啊? 而当佛问, 而今生佛, 说你现在有没有听到声音呢? 就是你现在听到有声吗? 此事佛的意思是指, 所闻之诚。 所以前面是, 闻佛是能闻之性, 这身佛是指, 所闻之诚。 这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问性, 一个是问诚, 而阿难等一律把, 所闻的生诚, 当作能闻之性来打, 所以分不清楚, 能闻以所闻。 能闻是性, 所闻是诚, 所以佛在下面呢, 去详细的解析。 1005, 经文, 佛与阿难及诸大众, 如今迎合至于交乱, 大众阿难及时问佛, 我今迎合名为交乱。 佛言, 我问如文, 如这言文, 我问如生, 如这言生, 为闻以生, 报答无定。 如是迎合不明交乱呢? 就是, 交就是交柔, 诈, 那么底下这个字念善, 善就是强词夺理的意思, 占据, 强占的意思, 或者是忘, 那这个, 一个提手帮啊, 这个谈啊, 念作善。 那么, 忘, 脱, 强, 非其事而居之。 所以交乱之意为, 交取混乱, 为闻以生, 报答不定, 无定就是混乱之意。 此言, 我问你们的能闻之信啊, 以及所闻之生, 结果你们把能闻, 以及所闻都搞不清楚, 只是乱答, 并没有确定了解。 翻过来, 1006, 经文, 阿难, 生肖无详, 如说无闻, 若时无闻, 闻性已灭, 同一枯木, 终生更极, 如银河之。 自有之无, 自是生存, 或无或有, 其比闻性, 为如有无。 闻是阴无, 谁知无者, 是故阿难。 生意闻中, 自有生灭, 非闻如闻生生生灭, 令如闻性, 为有为无。 如善颠倒, 或生为闻, 何怪昏迷, 以长为断, 终不应言, 离出动静必在开通, 说闻, 不信, 注释。 如说, 我闻, 明明是没有声音, 你却说是没有听到。 啊, 没有声音跟没有听到差太多了。 没有听到, 怎么会没有听到呢? 是不是? 听啊, 一直存在的。 阿难, 以及啊, 大众语语, 没有声音的时候, 他说, 没有听到, 这是根据一般的常情, 岂之常情, 在此其实是错误, 是颠倒的。 佛语认为, 不管外界有没有声音, 你都是有听。 文性是不变的, 一直存在的, 只是所听的, 1007, 只是所听的是无声, 无声之声而已。 因此, 不管是有声也好, 无声也好, 问你, 有闻佛, 就应当回答, 有闻。 唯有在问你, 有没有声音的时候, 才可以答有声, 或者是无声。 所以上个礼拜, 哇,大家都答得很棒, 都答得很快, 又很快。 这个坐下的人, 所以, 菩萨的根据还是很多的。 你就不会像阿难的问, 啊, 这样, 答错了。 所以上个礼拜, 大家都答得100分了。 晚上要写信了, 告诉本师释迦摩尼佛, 我们根据很不错的。 如此是可以教的这些佛弟子啊。 所以, 诚跟信弄清楚了, 我们就会用本性修行, 放下这些假象。 底下, 若实无闻, 闻性已灭, 同一过目。 如果实在是没有闻性了, 就表示能闻之性已经灭去了。 若能闻之性真的已经灭去了, 这个人便已经死了。 因此你的身体, 便应该如同一块空墨一斑了。 对不对? 闻性已经不存在了吗? 知有之无, 知是生成或有或无。 能知觉有或无, 当然是只生成之有无。 成有, 就知有, 成无, 就是知无。 这其比闻性, 微如有无。 岂是说你的能闻之性, 可以任你叫他有, 叫他无, 叫他无就无呢? 叫他有就有, 叫他无就无呢? 也就是, 声音我们是可以要令他有, 他有, 要令他无他无。 但是, 能闻之性是一直都存在的。 不能说, 你要叫他消失或停止片刻, 他就消失或停止, 这是办不到的。 因为能闻之性一直存在,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听闻, 不管有生成, 现前听闻, 或者从来没有断过的。 所以不管有没有生成, 现前呢, 我们这个听闻是从来没有断过的, 我们的闻性是常驻的, 修行就是用这个常驻不生灭。 啊, 来修的, 这对凡夫呢, 这二生人来讲, 这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观念啊。 1008, 因为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 所以啊, 我们现在啊, 既听闻, 那如是生生为妙的道理, 就应该好好的去思维, 信解, 并把从前的凡清凡之凡见, 凡解都修正过来, 才有可能入于佛之, 佛见, 且一路来正法, 得圣解脱。 得圣解啊。 文是英雾, 谁知无者? 文性, 实在, 真实。 云就是说, 实际是假设说, 意思是说, 如果能文之性, 真的已经不存在的话, 那么能够知道, 此文性已经不存在了, 这件事的人, 又是谁? 因为能文之性, 就同于能之之性啊, 能之之性, 简单讲, 能文之性就是心了, 若能文之性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表示这个心已经不存在了, 既已经心, 心不存在, 那么就是无心哦。 那么能文之性已经不存在, 这件事情, 也应该没有人能够节制才对啊, 知道不存在, 当然就是心还存在了。 结论, 所以不应当说, 我已无闻, 那无闻就完了。 没有文性啊, 你的本性消失了, 没有心了, 这个人跟死人人没什么两样呢? 神于文中自有生灭, 非为如文, 生生生灭, 令如文性唯有唯伍。 所以事实上, 外在的生成, 在你的文性当中, 它自现出有生灭之下, 并非你的文性随着那生成, 是生或灭或现有或现无。 也就是说, 你的文性并不随着生成而生灭或有或无。 生成本质, 有来去生灭, 能文之性并不随之而来去, 其灭, 所以文性并非生灭无常。 奴善颠倒, 善就是犹怀事啊。 1009, 或生为文, 迷惑, 而把所文之生当作是能文之性, 也就是把所文当作能文, 所以颠倒, 也就是认成为心之道。 颜洁经说, 旺认六成炎营, 为自心相。 其实此也, 我们现在一切众生都是这样。 把外在的六成投射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开始打妄想, 既早, 执着, 开始想象过去现在未来, 我们都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心, 其实这个是妄心。 何怪昏迷以偿为断, 既然你会认成为心, 认误, 咒语, 那么你若进而把藏住的心性, 当作是断灭的, 你若会达到这种昏暗, 疑惑的地步的话, 那也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一贯, 阿难, 当声音消亡, 而且也无回响的时候, 这明明是无声, 你却说是无文, 若无文性, 就是没有文性咯。 那么, 我是无有文性, 才能称无文啊, 然而文性若实已经灭去了, 那么你的身体就跟同一枯木一般, 没有生气了, 失去作用了, 跟死人没什么两样。 此后, 若终生更急, 如云和能绝之呢? 因为你的文性已经灭去了, 又知有或知无, 自然是由于生存之或有或无, 曾有即知有, 曾无即知无, 其是彼能文之性, 能为任理, 想令他有, 他就有, 或者想令他无, 他就成为无。 能文之性, 若实因无存着, 这谁又能知, 此文性已经无存在的呢? 一零一零, 以文性若不存在, 则此身便不应再有任何的肢解事故。 阿难, 事实上, 生存于文性之中, 自现有生灭之下, 非为如这文性随身而有生, 随身而灭, 而令如这文性为占有, 为占武, 至今如善颠倒, 或所文之身为能文之性, 则何怪乎你静心昏自迷, 乃至以常住之性为断灭者。 此故终不应言, 离出动静, 必在开通等诸成像, 说能文之性为无体性, 成为断灭, 因为文性实是常住, 不生不灭, 不应动静, 通晒等成像之有无, 而随之生灭。 今晚, 如众岁人, 免守床枕, 其家人, 一笔岁时, 道链聪明, 其人梦中闻充导身, 别作他物, 或为身骨, 或为壮忠, 即以梦时, 至怪其中为牧师想, 一时呼, 揣之冲阴, 至高家人, 我正梦时, 或此冲阴, 将为古想。 就是重睡人, 就是沉睡之人。 眠熟床枕, 就是熟眠于床枕之上, 就是睡得很熟的意思了。 其人梦中闻充导身, 可见即使在睡梦当中啊, 文性还是不昧啊, 在睡觉啊, 耳朵, 文性还是存在。 即使梦时至怪其中, 唯牧师想, 目就是聪明的除, 时就是聪明的揪。 他就在梦中觉得很奇怪, 为何他家的终身, 会变得跟牧师壮忠一样的声响。 这样的错误分别是梦中的独头意识, 取身外之境, 自己打造出来的一种妄想, 所做的分别, 以能闻之性并无关。 于是忽悟啊, 揣着聪明, 于是就在那个时候啊, 突然醒过来, 揣着就是立刻, 那个时候他忽然醒来, 醒后马上就知道, 原来刚才在梦中所听到的鼓声, 却是这个聪明音, 因为我们在讲义都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就带过去就好。 经文1011, 经文阿难, 是梦中人其意, 静谣, 开闭, 通晒, 其行虽媚, 闻性不昏, 众如行销, 命光牵械, 此性银河, 未如消灭。 是梦中人其意静谣, 开闭, 通晒, 静谣就是静止以及动摇, 也就是生成的动静二相。 这个是说, 这睡梦中的人, 他在梦中连自己的身体都忘了, 如同死掉一般, 怎么还会去意念外面的诸臣之动静, 开通比赛呢? 也就是说, 他连根身都睡忘了, 怎么还会去意念诸臣? 也就是说, 在睡梦中实在是内根外臣都忘了, 绕就算, 就算是如此, 他还是听得到, 根层都放下了, 不存在了, 根层今忘, 可是, 绕是如此, 绕就算是这样子, 他的文性, 还是听得到。 可见于睡梦当中, 虽然现前根层并且站立, 但能闻之性依然清晰皆知, 因此可以知道, 能闻之性, 能智可以, 可以彼诸根。 所以佛在上文开示, 阿拉利无耳而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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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此意。 所以知道, 即使六根全都坏灭了, 文性仍然不灭。 我们讲堂啊, 以前啊, 有那个居士啊, 那个一睡觉下去啊, 是没有人可以叫得懂的。 我在他旁边啊, 摸摸人, 他讲了摸摸人, 都要去见死去, 才兵的走。 睡着跟死的, 完全一模一样的。 还听到什么, 睡觉的时候文性不灭, 炸了不得越多了。 你怎么叫他, 都从来不醒的。 所以这个, 非常严重的。 这我没有看过一个人, 睡了, 跟死人没有什么两样, 太严重了。 这个算是一种业啦。 底下, 其行虽媚啊, 文性不昏, 他的行体虽然在睡觉, 但他的文性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体而睡媚而昏媚。 众如行销, 这是指死后的意思。 纵使你在死后, 你的行害已经消散了, 命光牵卸了, 命就是命根, 你的命根之光芒也变天变泄了, 泄灭了。 此性因他未如消灭, 性就是能闻之性啊。 这个能闻之性怎么会真是你的身体之灭, 而一起消灭呢? 异冠。 阿难, 十岁梦中之人, 沉睡的, 几身都忘了, 此时他岂会去意念, 诸臣之静止, 摇动, 开闭, 通晒等相呢? 也就是, 你连根身都已经忘怀了, 又岂会意念诸臣。 所以梦中人, 在现前法中, 实在是如根臣皆忘, 即使是根臣两忘, 但他还是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 可见其形体虽在睡梦当中, 已以睡眉中根成病蛇, 但他的闻性仍然不昏昧。 所以可以知道, 以此可以了解, 其子, 是人又活着时候, 在梦中如是, 纵使你死后, 形骇消散, 你的命根之光, 已经变老牵歇了, 懒此能闻之性, 因何为何随着乳行, 而至于消灭。 因此在这一段, 就知道, 注念有多么的重要。 注念有多么的重要。 最近就告诉你了, 前世都是快死光了, 那那个闻性还在咯。 前论, 佛在此时睡时, 闻性不昏, 不妄, 不理为利, 来表示, 时事也是一样。 因为人, 睡的时候, 1014, 翻过来, 除了有事, 暖受, 暖就是暖气啊, 有热气啊, 受就是一定的业力啊, 就是我们的寿命啊, 在以外啊, 是暖受在以外, 其他, 从外表上看, 就好像死掉一样。 又通常都认为, 人在睡时, 以死时是一样, 对外者的现象是毫无知觉的。 而佛在此提出的例子, 且指出, 即使在如此的状况之下, 文性对周遭为环境, 还是一样有知觉。 虽然人睡着了, 但是文性并不睡。 人在休息, 文性并没有休息。 文性不管人, 在睡时, 在想时, 一直都灵命不昧。 所以一直, 似乎为什么说, 你要买一台念佛机, 好好的念佛, 跟着念佛, 因为这个文性太厉害了。 一直都在作用着, 一直都在没有消失或忘失, 佛举此利, 就是要大家知道, 人死后也是这种情形, 睡的时候, 更成皆忘, 就是六四不止更成, 只是阿赖也支持这个更生, 所以即使尝试睡眠当中, 也能令更生不散坏。 能睡入睡, 其文性还是继续在作用。 同样的, 人死的时候, 更成俱舍, 而文性仍是继续在作用下去, 只是化为中阴身。 永不休歇, 永无止境, 生有生灭, 文性不灭。 经文, 以诸众生从无死来, 寻诸设身, 逐念流转, 成不开悟, 性境妙常, 不寻所常, 逐诸生灭, 犹是生生, 扎然流转。 1015, 若其生灭, 首亦珍藏, 长光现前, 根成世心硬时, 根成世心硬时, 削弱, 想象为成, 事情为够, 恶极远离, 则如乏言, 硬时清明, 迎合不成无上之解。 诸是不寻所常, 不依寻所惧之静妙常住, 长光现前, 真长之星光现前。 根成世心硬时, 削弱的意思, 根成世心, 就是内之六根, 外之六层, 中间的六层。 注意! 六根六层六四, 通通叫做一他起性。 一他起性, 叫做空无自性, 叫做圆起性, 叫做一他起性。 在维世协量, 叫做一他起。 所以一他起放下, 就是圆成世。 硬时, 叫历时, 削弱, 削弱, 脱落, 而不再念于战然之性。 这里的根成世心, 这一十八戒, 为出垢。 也就是能结经所讲的, 心的三种生灭象, 相生, 相助, 相灭。 诸事有几象? 诸事有几种生灭? 佛讲的诸事有两种生灭。 相生, 相助, 相灭。 留住生, 留住住, 留住灭。 这是, 在能结经讲的, 我们下一步要讲的经典。 想象为成, 事情为够, 恶极远离。 出够, 消融之后, 心中便剩下, 存一, 湛蓝之想。 这湛蓝之想, 是一种极维系的心象, 称为想象, 啊, 是为所想之象。 以罪旧集, 存一无杂的, 真如本心而言, 这所想的一张之象, 也是一种成够, 绝不够, 全够极为维系。 事情是对上面的, 像想而言。 想象, 是所想之象, 事情, 就能想之心, 还是能所一对。 但此心又带情, 也就是带有不舍之情, 啊, 就是维系法爱。 所以综合来讲, 不论所想的, 湛蓝之相也好, 能想此相之视心, 以及, 对此能想, 所想的, 一一不死之情也好, 一一精神之真性而言, 都是诚, 都是够。 所以, 动念极怪。 此时以长光所造, 一物, 此等, 即为传, 便得, 便得历史, 远离, 又, 想象, 就是八四相分, 事情就是八四见分, 又, 此相想, 想象, 以及事情, 也就是能切经所说的, 心的三种流注相, 也就是, 心之流注生, 流注注, 流注灭, 是此极维系之法之。 前面的, 前面所讲的流注相, 向身向注相灭, 就是前面所讲的, 这个也是重新投射出去的, 记得, 向身向注相灭, 流注生, 流注注, 流注灭, 两个通通是讲, 是, 不是有外境的, 这个千万要记住, 前面讲的, 向身向注相灭, 这里讲, 流注生, 流注注, 流注灭, 通通知识, 诸世有几种生灭, 心世的生命有几种, 显现在世的, 前面的, 就是世相, 前面在世的, 这个, 微系的地方, 叫做流注, 所以记得, 向身向注向灭, 是微心, 流注生, 流注灭, 也是微思, 也是微心, 两种都是心, 千万不要把他说, 像身向注相灭, 是外在的像, 那是大错大悟了, 这个就是没有讲, 就不知道, 折入法言, 应是清明, 引出够, 世以够都已经尽了, 够尽明县, 因此你本句的法言, 便清清明耀, 一观, 以诸众生从无事以来, 即行诸色身之诚, 随诸妄念, 而千流辗转不休, 全不开悟, 真性本境, 本妙, 真常, 因而不行, 所惧, 静妙, 常驻, 反而足足生灭之诚。 尤世而生生, 四十一六道渣染法中, 千流辗转。 1017第三行, 若一念回光, 弃诸生灭无常之下, 不言, 不取守住于, 正常之性, 不令外援, 但令回流, 久之正常之星光, 即得现前, 常光一现前, 内六根外六成, 中间六四心, 等一十八戒, 即是硬实, 而皆消融脱离。 简单讲, 只要是延期法的, 你就一定要放下, 只要是生命法的, 你一定要放下, 六根六成六四, 通通是延期法。 就是这个道理。 他空无自性, 不再免于赞人之性, 当即顿悟心中所想之赞人之相, 认为唯一戏之成, 能想之事, 以及不死之情, 也为唯一戏之构, 此二唯一戏成构, 能会障蔽真性, 如是无聊, 事故于此, 二唯一戏心构, 法治, 即数极远离, 出席两种心构, 接近构尽心明, 则如本季之法言, 硬实透彻, 清净明耀, 若如是者, 因而不成如来无上之解。 全论。 此处经文说, 若去生命手艺珍藏, 藏光献浅, 这手艺珍藏的首智, 绝, 就是入道之药门, 中门的药道, 也就是无主弘灵大师, 慈悲所开始的守心, 1018法门, 无主在其最上圣论当中, 若结此意, 但以行之法要, 守心第一, 此守心的, 乃是涅槃之根本, 入道之药门, 十二部经之中, 三是诸佛之主。 可见这个守心一法有多么的重要, 无主又说, 一切众生清静之心, 义父如是, 只为攀岩忘念, 烦恼, 诸见, 黑暗, 黑云所附, 但能拧难守心, 忘念不生。 念盘法自然显现, 故之自心本来清静, 无主大师又说, 若是心者, 守之者到彼岸, 迷心者, 弃之者都三土, 故之三是诸佛, 以自心为本事, 故若您, 了然守心, 则忘念不起, 则是无生, 故之心是本事。 所以守心, 法门好之好, 但要起修持法门, 却有一大困难, 就是首先要, 是至本心, 也就是先悟了, 至心本言, 心定, 若不悟本心, 即貌能守心, 即将守心妙法, 转成空心枯作, 或者是成空至极, 因此任言经, 下文中所说的, 悟而后修, 不悟复何修, 这也就是说, 若是真修, 真正的起修, 则必须悟了, 不生不灭, 得因地心以后, 才谈得上修行, 以悟了本心以后, 才能在置心地上下, 才能置心地上下功夫, 所以不是本心的, 写法无益, 为什么这样讲? 你不认识这一颗, 本心, 本性, 你怎么修行? 你佛念得很好, 等一下也去, 外面烦恼又来, 只是一件小事, 三天三夜睡不着, 你不是念佛念得很好吗? 对不对? 在大殿的时候, 在家里的佛堂, 用功用得真是好, 可是一下做来, 离开那个佛堂, 就不一样了, 功夫是二六十钟的, 所以物的本性, 本性是多么的重要, 否则连功夫要下在哪里, 都蒙然不知理咧。 此段经文当中, 更成世心的硬实削弱, 中文中常说的身心惧脱, 就是如是境界, 又想象为成, 的想象, 是心中仍有湛蓝之相的心想, 本来未到究竟之前, 心中长存湛蓝之想, 也是好的, 是善念, 也是禁念, 但是到此啊, 最后, 最上境地的时候, 连这个维系的清净之念, 也都成为成功。 同样的, 本来对此湛蓝之能想之前, 事情若能念念, 弃而不舍, 也是好的, 是念根, 念力的表现。 然而, 到此境地, 连此事情, 也都是维系之, 多成障碍, 继续割舍下来, 放下, 然后才能令, 真如本心, 真正的, 毫无情知, 成功, 一法不利, 一时不挂, 占能之性, 才将, 全体显露出来。 所以, 我们还有一点点, 今天要耽搁大家, 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 因为他刚好一个段落, 姐姐, 姐姐之言, 102年, 有个人已经在修课本了。 102年, 经文, 很快了, 十分钟。 经文, 阿难白佛言, 世尊, 如然谁说第二异门, 尽管世间解节之人, 若不知其所解之缘, 我信世人终不能解。 世尊, 我集会中有学, 声闻依附如是, 从无始祭, 以诸无名, 寂灭即生, 随得如是, 多闻善根, 名为出家, 已无隔日念。 为愿大师, 哀明, 伦逆, 今日身心, 银河时节, 从何明节, 亦令未来苦难众生, 得免轮回, 不落山游。 做事已已, 普及大众, 无体透地, 与泪乔成, 祝佛如来, 无上开示。 注释, 第二义门, 就是前面所说的二决定义的第二义, 应当审详, 烦恼根本, 此无时来, 发业嫩身, 谁作谁受。 世间解节之人, 世间欲解开, 残节之人, 若不知其所解之缘, 缘就是根本, 就是解头。 如果不知道, 神解之根源, 有些声闻, 也就是阿罗汉以下的声闻人, 以阿罗汉方名为无邪, 然而阿罗汉之名为无邪, 也只是在圣文圣当中, 二圣无邪之人, 若不得少为主, 不诸化成, 而回小巷大, 祈求无上菩提, 则仍有无量的法门必须显。 从无始祭, 亦诸无名, 从无始祭, 就是无始最初一年妄动以来, 翻过来。 诸无名, 就是生相无名, 也就是继生无名。 1022, 名为出家, 有无隔日念, 虽然名为出家, 求解脱道, 即使真的出国, 乃至二国三国, 也是为得就近解脱, 依然被俘, 就有如的隔日念一样, 隔日暂时解脱, 仍然这麦说, 其实不只是有学生文, 连无邪阿罗汉也是这样子, 暂时解脱, 诚然此言。 因为阿罗汉三位断, 便亦生死, 为正得无一捏盘, 无一一捏盘, 只是佛慈悲, 令赞子化成, 赞得休息, 故言, 如隔日念一贯。 阿罗汉白佛言, 世尊, 如来, 虽已先说二截定, 一, 之第二一门, 然我今观世间一截, 开禅截之人, 他若不知其所截之根源所在, 则我相信这个人虽一截, 但是终不能截此截。 世尊, 我此, 我即此惠中有邪, 只身闻亦福如是, 从五十纪以来, 即以一株巨生无名, 一三界中, 生生世世俱灭, 巨生, 而今所以得如是多闻善根, 名为出家, 求解脱道, 仍有如幻隔日念一般。 有时暂时解脱, 而依然被俘, 并未能究竟度脱, 唯厌如来大慈, 阿弥我等伦历生死。 和, 愿如来开示我等, 今日现前之身心之中, 因何之皆福所在, 所结之处在到底在哪里, 以及要从何处下手, 方得名为究竟解脱。 如来现在对我等之开示, 也可以令未来猛兽三界生死苦难之众生, 以奉行如来, 无上解脱之道, 得免于轮回, 不再, 若以山友, 阿弥作事仪, 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本身, 普及大众皆五体投地, 如与流泪, 喬气, 诚之, 诚后, 佛如来无上之开示。 底下是讲生死之节, 再六根经文。 十四尊灵敏阿难其诸会中, 诸有学, 以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音, 作将来演, 以炎弗坦至金光手, 摩阿难顶, 即使十方, 当普佛世纪六种震动, 唯成如来, 诸世界者, 各有宝光, 从其鼎出, 其光同时已比世界, 乃齐多灵, 灌如来顶, 识诸大众得未曾有。 诸是, 为出世音, 出世就是解脱无为, 远离世间有为生灭。 所以, 只要是生灭下放下, 吃好吃坏都解脱, 做好治坏也解脱, 这是真正的幸福。 然而, 得以究竟处理九法界之二种生死, 唯有一圣之子。 所以啊, 这一句, 这意思说, 为了建立一圣究竟出世之音, 或者是为众生做一圣究竟出世之音, 明演, 做将来演, 以及做将来, 是众生修行大圣之仁, 仁天眼目, 所谓眼目啊, 就是指导原则。 所以你在拜佛的事, 拜佛的时候, 记得要顶礼阿难。 阿难是起教的圣者啊! 没有阿难, 你怎么会听到, 对不对? 今天阿难如果是圣人, 一误, 通通误了, 任言经才讲十业人间就开悟了, 阿弥陀佛, 后面我们怎么听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顶礼佛祖的时候, 一定要顺便啊, 顶礼阿难啊, 太感谢他了, 太感谢他了, 还好他不懂啊。 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啊, 普就是普遍啊, 普佛世界, 也就是遍及十方佛的世界, 六种震动。 为三种形体之动, 动, 其, 勇, 以及三种身之动,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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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种震动。 以潜意言之呢, 也就如来神力感动诸佛世界, 而称是有象现象之反应, 以生命言之啊, 则表如来将亦开示之法门, 将可解脱六道众生, 则为一般之生意, 而在本经词之生意, 则为暗示以及, 易选如来即将开演之六根解脱法门。 1025 为成如来驻世界者, 则为成杀树之如来, 驻其本所化的世界, 也就是其本处啊, 各有宝光灌如来顶, 灌顶之本意为加持以及应可, 这个表示, 世主义开示之法, 为十方世界诸佛之所共同互念。 加持者, 又此处言, 灌如来顶, 而不灌别处, 也就表示法门为顶法, 最上之法, 也就是所谓十方如来一门, 超出妙庄严路之大法。 佛佛道同嘛, 世主大众的未曾有, 大众对佛的神力, 以及十方如来之神妙感应, 得未曾有之叹意。 1025经文, 于是阿难, 其诸大众, 既闻十方为尘如来, 一口同音, 告阿难言, 善哉阿难, 如意四之巨生无名, 使得轮转生死皆根, 未如六根更无他物。 如父一之无上菩提, 令如树震安乐解脱, 即净妙场, 一如六根更非他物。 阿难, 虽闻如是法因, 心有未明, 其守白佛, 因何令我生死轮回, 安乐妙场, 同是六根更非他物。 前论, 十方诸佛在此, 开释阿难说, 轮回生死的结, 这根头, 在于自己的六根, 所以要结结, 就要从六根下手, 又要证无上菩提, 也要从六根下手。 这也就是说, 六根, 就是众生堕入生死轮回的关键, 也是证得无上菩提的关键, 就看你怎么用心呢。 当然, 从广义的意思来说, 来讲, 如是尊在前面所开释的, 诸如来一六根, 六成六是七大一法, 皆以元修, 而且皆正入无上菩提, 只是阿难等人, 暗顿, 无法全部休息, 所以只简直一门, 其用功, 因此须知诸佛在此开释的, 就是应激说法, 也就是开释, 适合阿难根激的说法。 因为, 若言解脱以菩提, 以理上来讲, 则任何一门, 应可以通达保守。 这一点, 以二十五圣, 智政, 圆通境界来看, 便知, 后面立刻就会讲到了。 所以, 以理言之, 要得解脱, 正不敌并非只有六根一门, 而是这一门最适合阿难, 所以诸佛作如是说, 有, 之所以诸佛一口同音, 如是开释, 而非是尊直接开释的原因, 这表示两层意义。 一, 为令阿难以此法术的信入。 因为, 不止是尊如是说, 实放如来, 皆如是说, 所以阿难更不虚于二, 表示佛佛道同。 六, 若以法相而言, 六根, 严格必实生意, 是已经包括了众生的生意心两方面, 只不过这里的心, 一根是指若团心, 是设法, 而不是心事之心, 心事之心是心法, 然而是指佛法所谓的若团心, 也不是生理邪所说的心脏, 而是比心脏更纯净, 维系的设法, 非若言可见, 正如眼根, 并非眼睛或眼球一样。 所以六根, 一旦解脱, 就是生性寄解。 此以六根, 门头求解脱, 正菩提的眼里就是这样子, 若六根解脱, 则更不严禅, 不起禅, 更多不起禅, 则事不生, 是, 若不生, 则没有希望分别, 无希望分别, 则正至现前, 又若更不起禅, 则成不染心, 更成, 则不粘于战然之性, 所谓吞连, 也就是, 成够不复于心, 成够不复心, 则心之本明显露。 又, 虽说六根, 是解脱的下手处, 但真正解脱的是心得解脱, 而非六根。 1028, 剩下一点点。 因为六根, 是会坏灭的, 而心不灭, 所以, 若只是根得解脱, 而心不解脱, 那么, 此一生抱尽六根坏的时候, 岂非解脱中境。 来自的六根, 是心的, 岂非复堕残, 残腹之中。 又, 根属于射, 射法为物, 而物本无知。 所以, 若知道, 根得解脱, 而非心解脱, 无心, 谁知解脱。 所以知道, 我们所谓的六根解脱, 是指以六根为方便或下手处, 而得解脱, 并非真正在求六根解脱, 最终的目的, 还是心解脱, 而不是在六根。 所以, 一无即无如来地, 就是这个道。 底下讲的是, 根层童言, 犹如交辱。 最后, 经文, 佛告阿难, 根层童言, 佛陀无恶, 事性虚妄, 犹如空花。 阿难, 由尘发之, 因根有相, 相见无性, 同一交辱。 事故如今, 之间立志即无名本, 之间无见施即涅槃, 无若真净, 因何时中更容易他目。 二, 注释, 根层童言, 根与成为同一个根源。 因为, 一, 同是四道所成。 二, 同言以八事。 同是八事所起, 以根层为是一心所现。 三, 根层, 同是如来藏, 妙真如性。 福托无恶, 根层童言同一个言, 福跟托, 是一。 也就是, 服务者同福, 托者寄托。 事性虚妄, 事就是指六事。 因为六事, 是一根层而有, 所以没有实在性。 因此说, 其性虚妄不实。 由尘发之, 一位六成, 而发起六根之之。 如果没有截至的对象六成, 现前, 那么六根也无所知。 所以知道, 根, 之, 要脱成而现, 也就是说, 能知, 虚赖, 所知, 方能力。 因根有像, 像就是六成像。 因为有六根之之, 方能显出六成之像。 也就是, 尘也要有因根而显, 此意即, 所知欲虚, 一, 郎之, 方得利。 相见不信同一胶卤, 胶卤就是一种卤尾, 卤草。 它与一般的卤草不一样, 都是二根盘结相连, 二镜相交, 而并立, 相, 是指六成像, 剑, 是指六根。 六成之像, 以及六根之剑, 皆空无自行, 没有自体性, 都是一它起的原起性。 二子互一而生, 如同二镜, 并立的交如一般。 翻过来, 1030。 自剑立之其无名本, 自剑就是本性本名之之剑, 立之就是之, 是指根的之剑, 如果在本性本名之之剑上, 又立诸根之之, 就成为无名之根本, 就是头上安头。 自剑无剑施其念盘, 自剑是指一切之剑, 无就是非, 此言, 若如是了之一切之剑, 皆非之剑, 也就是说, 毕竟无有之剑可得。 这个就是涅槃境界, 所谓无有之剑可得, 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无有少法可得。 又, 一切之剑皆非之剑。 这句, 如同金刚经所说的义里, 所谓之剑, 非之剑, 生命之剑。 又, 持出的之剑, 亦可以做如是之剑。 那样, 乃其之意就变成了, 若如是之剑, 无有之剑可得。 如果你真实的是佛的之剑, 那么, 就没有任何的之剑。 不利任何的观念, 之处分别都不存在。 此, 这个就是涅槃, 净净, 净净。 涅槃则, 不生不灭的境界。 因何世中, 更容他物世中, 是指本性, 本质涅槃, 无有少法可得。 无有少之剑可立。 在这个本性, 本质清净, 一切法本不生。 如来, 之剑的无上大捏盘, 境界之中, 怎么还更可容立其他余见一望之剑? 例如, 立根之之剑, 或立成之之剑, 乃至立士之之剑呢? 最后一点点, 一贯, 佛告阿难, 六根, 以六成本同一言所出, 同言以八识, 同之如来藏妙真如性, 故趋于束缚, 以解脱, 皆一致无恶, 福亦同福, 托子同托, 而六四之性虚妄不实, 无自体性, 以其一根成而有, 故犹如空花阿难, 由于六成才能引发六根之之, 反之也因有六根方能显现有六成之相。 因此可以知道, 根为脱成而立, 成也是脱根而有, 所以六成之相也就是六根之剑, 两者具无自体性, 乃互相依旁而生, 同于二进并立而生之交流, 此故如今若以本性, 本名之真如真剑上, 再妄立根成而有之之剑, 也就是以本名上, 又要加明以明之, 这个就是常为无明之本, 本来已经明了, 你偏偏又要再加上明, 这不是无明颠倒之剑是什么呢? 若了之一切之剑, 十五之剑可得, 就是无有少法可得, 十极就是一切法, 本不生的无上大捏盘子, 无肉真净之境界, 迎合一世, 本至清净的法体之中, 更容立其他虚妄之妄, 妄之妄见。 好,今天耽搁了大家十五分钟, 非常对不起, 可是我们每天定着进度, 就是要这样子, 如果不定进度的话, 哇, 那个讲到儒年啦, 出国后头, 您家里面高到高低就无儒, 没有儒, 讲到儒年也讲不完啦, 对不对? 所以讲课要有一个特色, 来听师父的过言, 哇,舒服。 我没有叫您打破了啦, 我是这样念念啦, 请合掌,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萧哉在座这位法师, 这位护法基士大德, 回向本讲堂萧哉点灯及亡灵牌位八度者, 回向文殊讲堂奉愿南投养的禅士, 那谷他一切亡灵, 回向文殊讲堂奉愿花梁佛心士, 那谷他一切亡灵,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度谷, 若有见分者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同生极乐果, 愿生西方净足中, 上品年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这些义工明天热衷一点, 各位来开个义工大会, 那师父也会开示佛德的歌言, 好,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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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